来给你们看一下这几个上背有多肥 肥到这个肉都是软软的 太肥了 而且便宜啊 这种上背 然后加了几个生蚝 等一下来门粉丝进蒸锅的 现在把这个肉洗干净 然后取下来 这个壳就不要了 如果要整粉丝的 这个壳就得留着 要把后面刷干净 现在这个肉取出来 壳就不用洗了 再腌制了一个海家爱吃的鸡翅 这个是中刺 腌制冷蒜头 辣椒 然后胡椒 生抽 花生油 让它先腌制半个小时左右 再来加入这个淀粉 首先到了 现在腌制淀粉 淀粉加进来 然后再用手抓均匀就可以 淀粉后面腌制 主要是让它锁住水分 肌肉更嫩滑 也不会太单 煎出来 其实我是把它分成两边 小孩子吃就不会太大 吃点狼梅 给这个空空吃 还没洗好 就在这里炒 这狼梅表面那一层白白的 使不出来的 用一点生粉来洗 就干净一点 用生粉洗出来 干净了很多 那姐姐多一下 洋葱还有这个蒜 先煎一下 把这个香味煎出来 等一下这个油来煎 鸡翅就好吃 鸡翅就好吃 你觉得是鸣鱼 就几条鸣鱼也蛮大薄 这几条鸣鱼也蛮大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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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粉丝加了一点生抽 蚝油 还有这个蒜蓉酱 昨天煮了一锅麻辣烫 小孩子都是好吃 尽力还煮 把这个水煮开 然后料下进来 这个麻辣烫糕 麻辣烫在家里 自己做 小孩子喜欢吃什么 你就下什么 最简单的 现在把鱼王先下 吃麻辣烫 撒不了这个粉条 等一下两块粉条就够了 粉条洗干净 已经下锅 手片也可以放几片 这个豆腐也是撒不了 这个好吃 这个吸收了麻辣烫的 这个汤汁特别好吃 也可以下海鲜的哈 根据你们自己喜欢 我把刚刚的鱼皮捡 也下注 满满一锅 等一下这后面还有点青菜 来点海带 哇要吃啥 下咖太多了 炒蚝片 这个给妹妹吃 妹妹好像喜欢吃蚝片 这个是辣的 他就不能吃 现在我来点青菜就备了 哇 这一锅麻辣烫 太豪华了 今天这个厨房像打蛋一样的 放鸡包包 炒太多东西了 这个粉丝让它腌制了 现在来煮了 炎制一下会更入味 再来把这个金针菇扑在下面 再来一勺 蒜蓉酱 放一杯还有生蚝 全部扑下来 加点 加进来 有几滴盐 加点水进来 加上盖子 烫了几八分钟 时间到了 可以了 可以加点香菜 哇 这个特鲜的 用这个上背 这个上背还有这个生蚝 好肥啊 继续糖糖的 粉丝还有金针菇 也是最好吃的 入味 全都吸收了 这个汤汁 最鲜美的 这个是什么 看一下一桌菜 这个你最喜欢的 粉丝啊 下面有粉丝看到没有 这什么 还有这个生蚝 麻辣烫 这个有点辣 哇 我最喜欢吃的麻辣烫 你哪里感觉 这个白萝卜包干杯 然后这个带 这个龙粒鱼鸡翅 哇 这个也是你爱吃的 但是粉丝我爱吃的 这个是陈皮食物卖东西 放后给小孩子一人喝一杯 过滤一下 它这个食物比较小的 等一下老师要掉出来 这个水熬夜的也可以喝的 很不错的 还可以反复煮 不能浪费 最近中午吃的太多太腻了 我都喜欢冲 鱼泡大红瓜 这个大红瓜很不错的 跟之前的一样 冲出来 茶就是这样比较浓香的 它不会苦也不会色 口感很好的 小孩子就喝这个麦冬食红水 我就喝茶 小孩子就喝这个麦冬食红水